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在三星塔拉村也发现一件相似的轻玉器 被认为与中国传说中的龙有许多契合之处 因而获得了中华第一龙的成语 两件玉龙都出现在内蒙古赤峰附近 这里是辽河流域一个古巨楼遗址 五千年前的人类创造了红山文化 那是自然和人类彼此直面的时代 生命和心灵以及全无杂念的想象 在双手中表达和传递 红山文化出土了大量的玉器 古朴 智拙 简约 厚重 玉珠龙是其中最为常见的神秘形象 在红山文化中 已是一个成熟而重要的标志 其实比红山更早的新龙蛙文化一致 已发现有猪龙崇拜的陶片摆放造型 养勺文化中也有龙虎贝壳陪葬坑 地理空间相距遥遥的文明 竟具有相同的感应和灵犀 龙被描绘为几种动物复合而成的神兽 海阔天空中仿佛万物同源 这样的形态也与中华多民族大融合相呼应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我们是龙的传人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组成了龙的鳞片 舞动出中华文明的姿态 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标志性符号 龙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我们把玉龙在不同时代的形象演变串联起来 试图追寻他的足迹 玉龙形象的演变 体现了历代审美风尚的继承和延续 龙的形象回归到全体的绝 这个卷曲仿佛婴儿在母体内的形象 成为几乎最古老的器物雏形 这是个体生命被孕育的开始 也是文明被孕育的开始 有时我们会对着光源去看玉 就像五千年前的仙民一样 看它的清澈和透明 看它挺直的脊梁在空中跃起 这块玉成为我们身体延伸到空中的部分 在时光中飞翔起舞 这块玉成为重症发生中的 这是试图的 试图的 此方是